姚欣老师你好 导演你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公益之路 介绍之前先把你的家庭相关背景介绍一下 爸爸是45年次的 然后今年67岁 他是苗栗县通宵镇的出生的人 那他国小毕业之后 他就开始学雕刻这样子 那有跟一些老师学 那一开始也是从前面的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 都是学那个细胚的东西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拿雕刻刀在修胚的这样子 那主要的擅长当然是以人物为主这样子 那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做一些日本外销的 那个年代日本外销很盛行 所以他就是一直都是从事日本外销的代工这样子 那最近这20年呢 他开始对于他的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规划 所以他转成到三亿这边来学一些出胚的东西 就是从我们现在熟悉的高速传 跟巨子这样子从这边入手 学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就正式转成 以初胚为主 然后细胚就是之后的那个 接下来讲你为什么你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很自然就跟着你父亲学习木调 因为一开始其实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叛逆期 那时候我觉得我不想要照着他规划的路走 所以呢像我高中毕业我也是有考上大学 不过那时候跟我爸爸有闹一些别扭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不善于沟通 所以后来我赌气就是去读军校 然后去从事不想要他规划的路走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那时候不想让你训练大学 直接留在家里 他那时候其实他本来没有打算让我接这个东西 呃成绩这个家业 因为他那个年代景气其实不错 他不一定要从事说一定要从事呃 雕刻这一个行业 那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也会有职业伤害 一些就是长久累积的一些职业伤害 所以他那时候并不想要让我接 他那时候比较没有抱持的说哦 一定要让我承接家业这样子 后来的话就是我去读了军校 那我自然而然我应该说经过军校的历练 其实我长大蛮多的 哎就是高压的环境下 那我觉得我成长蛮多的 更能够体会他的这个一些用心良苦 对尤其是我现在我已经是当爸爸的人了 所以我更能体会说哦 他那时候对我们的苦口婆心跟那个呃 规划是其实是对我们的好 只是说他不善于沟通就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本来就希望你好好念书 不要走他这一图 对他原本是希望他其实小时候 他蛮栽培我的他就是哎很多补习什么的 都会让我自己去补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成绩也一直都很好 只是说呃就到了那个年代就到了到 大概高中高二高三的时候 不知道是没有沟通还是说哦 长久的压力这样子 我觉得那时候很叛逆 所以我并不想要造成我爸的路走 好那你说那时候已经考上大学 为什么后来没有念大学去念军校 就是我爸爸想要让我读大学 但是我就是不想读大学 他越要你念你就越要你念 对对那时候真的就是坦白讲就是叛逆 哎我就是不想要造他走的 造他要我走的路走这样子 就重军八年的时间 先简单讲一下你的这个工作内容 我下部队的时候挂了街 应该说类别是属于通知电官科 然后是属于通信部门这样子 那我一开始下的单位是在滑房部通知联 但是我一下部队之后大概不到半年 我就被叫到军团指挥部去支援 那时候是我最辛苦的时候 因为我才刚出关刚上街 就是上任 然后我要到很高师的单位 我懂 压力非常大 而且那时候因为幕僚嘛 那时候我就去单门幕僚 可是我要学一些公文的 应该说公文的一些处理方式 那因为我出关的话 我什么都不懂 我曾经一份文 一份公文 被退很多遍 签了40次签不过去 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呢 我很高压一直大概持续了三四年的时间 都是这样子 每天就是大概2点睡5点起床 然后每天就为了一两份公文在那边 伤脑筋 对 那甚至有长官四导什么的 我可能一个投影片 一个PowerPoint就要被修了 我起码有60次以上 一个阶层一个阶层 一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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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他本来应该是几年后的历练 结果等于你一出关马上就 就接到这样的一个 然后那时候有点像是说 他就加速成长 对 因为我真的压力很大 之后就到了八军团 就是有点像是外 我们类似部队里面的外岛轮掉这样子 然后就轮掉到八军团 那时候就一直都在军团里面 因为前面的时间的历练 会造成我后面就是比别人同阶层的 更能驾轻就熟 成熟吗 对 因为我们历练的东西不一样了 那最后退伍单位是在通信学校 那时候到通信学校其实就已经很轻松了 因为部队的业务跟学校业务差很多 可能差了十倍以上 就以前用跑的 现在等于在散步了 对对对 就有点像散步 甚至我连散步都不用了 就很轻松就可以做完 但是我也很清楚知道说 部队就是要轮掉 我们军官就是一定会轮掉 我不可能一辈子在学校里面 我迟早还是会再回到野战部位 那时候有对自己的生涯做一点规划 所以后来我就是在学校退伍这样子 是不是也是觉得 八年一个阶段大概历练差不多了 对 而且相对的我 我该还国家的我还了 想要出社会去看看就对 这个东西 那时候我爸是很反对的 他希望你继续发展 对 稳定就好了 对他希望我继续发展 我甚至没有跟他讲 我就直接办退伍了 老一辈的就是我爸爸他们可能就是希望我 工作稳定啊 然后像公务员嘛 就是这种生活就好了 像我同学 我的同学今年都刚好满20年 对都是刚好领终身奉那一种 不对你来讲你会渴望去外面看看 因为等于你还没有出过社会 对 我也没有过过大学生活那一种东西 想要享受一下 对我想要去社会看看 那当然后来我就是选择 就是到中科去上班这样子 然后求职就很顺利吗 就有衔接你的专业 他跟专业只有一点点部分 但是因为我以前读书的基础 我在学校军校的时候 我也是算第一名毕业 读书对我来讲其实是算蛮轻松的 那后来呢 我到中科上班 其实他们考的一些英文介面什么的 其实只要做好准备 我要考试其实都不难 那后来我就顺利到那边 就是开始上班就这样子 是你本来就有读书的底子跟 对我读书其实不用家人担心 我自己有自己的方式这样子 但是你只做两年 两年多 对那两年多的话后来因为 因为我们那个也是必须要日夜轮班 对日夜轮班 那我爸爸就是他其实很清楚 科技场的生态 那他觉得说与其你年纪到了 然后被科技场淘汰 不如就是提早退 那提早就是不要在那边做 然后回来承接家业 他那时候才有这种想法就是 让我可以回来承继家业 因为一方面也是外面景气 那时候其实是不好的 他觉得回来我这边做 可能薪水啊 待遇啊 自由度都比外面的好 至少学技术 不会因为你的年纪而被淘汰 对就像现在外面的行业一样嘛 水电工啊 然后工地的嘛 是不是都没人要做 就是因为他辛苦 但是他有他的技术性 对 那我爸也是希望我回来学这个技术性 然后就是让我可以 之后 应该说家庭生计什么的 都比较不会有问题这样子 对而且我们看这个一些工匠 这个意思他们越老越值钱 对越老越值钱 他不会因为说你科不动了 你年纪大了科不动了什么的 年纪大了科不动反而数量少 那更值钱 嗯更珍贵 所以他就是后来有建议说我回来 学习这个木雕的过程 是不是对你来讲也是简单的 因为很会念书 是不是在学艺上自然头脑也比较灵光 嗯 其实他对我来讲算蛮难的 因为他比较重于就是实际的操作 读书当然是理念的东西 那时候我一开始学 我也是想把理念都给套进来这边 我那时候会一直做笔记 用科学的方法 对用科学的方式去学 然后拿笔记在那边做 诶比如说这个距到哪里 几公分几公分几公分 然后这个留几公分 然后哪个部分下手什么的几公分 我那时候做了一两本笔记 可是发现没什么效果 因为我爸只会跟我讲说 这你免记啦 这你爱用经验的 就是你要用你长久的经历 然后用身体去记忆他的一些 特殊的美感这样子 那时候我在这一段时间就挣扎很久 那每天也是这样子 日复一日的动作就是 我每天做完 然后我爸过来看 就全部都改掉 做完全部都改掉 做完全部都改掉 甚至我全部整支都弄完之后 当然拿去整支就全部在修过这样子 那时候其实挫折感是非常重的 因为我可能像我们一开始学 可能学一只手的手势 然后他可以修个二三十次都还是不会过 就跟当年签公文一样 对 而且比那个更复杂 因为他没有很既定的公式 他没有标准 对 他没有标准 然后他只能说 你这块木头你就是要赋予他什么感觉 赋予他什么美感 你一开始就要想好 甚至我们一开始做进去的时候 你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要马上处理 你就是要马上改方改姿势改方式去调整 尽量让他这件作品呈现出最好的效果 那这些都是当然我们学习过程中非常困扰的 因为你习惯有标准对不对 对 什么事情都记下来 因为我们是理科的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用理性的方式去思考 用科学的方式去记忆这样子 对 所以你在整个学艺的过程 七年的时间很漫长 很漫长 日复一日的动作 然后每天不停的修改 不停的修改这样子 好 七年后有一天你爸爸说可以了 其实我也那时候刚开始 他一开始跟我讲的时候 我也发现 我好像也没学到说一定可以出师这样子 他只是跟我说 你就可以开始试看看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太干涉我 他只有提供我半年的 那时候前面半年的薪水 说这半年我让你去try去试 半年的钱都给你 然后你自由创作 你就是自由创作 你自己去学习 怎么去接单子独立创作 怎么跟客户沟通这些这样子 好 你后来是怎么样找到你的造型观音这条路 应该说我爸爸本来就是以观音为底子下去做那个 所以他一开始我学的时候也就是以观音为主 那当然我也是承接他的技术这样子 不过我会去思考说别的老师他擅长的东西 就是不可能只有一个老师做而已 那我会去参考其他老师的 别人做的观音 对 别人做的观音 他有什么带给我什么特殊的感觉 或者是说现在其实网路很方便 网路上的图很多 照片很多 对 照片很多 其实我想找什么都有 那各种东西都可以综合起来 那我再去从中思考说 我去截取这个东西 他可能一件作品里面他10%是好的 我觉得好的 我把它截取下来 那当作我的就是 应该说我的知识库 我想用到的时候就可以用到这样子 所以我都会有一些截图 拍照的习惯就是 我觉得这东西带给我感觉是好的 那我就会把它留下来这样子 所以变成你的理工背景帮助就很大 就收集资料的部分 对 就是一个人思考是有限的 但是我可以综合很多人的思考 下去去融合出我自己的风格这样子 就整个网路都是你的老师 对 那整个脸书也都是 原则上我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你虽然失诚你爸 可是后来还是走出你的特别的一个观音造型路就对 对 现在有时候连我爸都会自己参考我的 我的方式去做 因为他毕竟他不擅长于操作3C产品跟网路时代的东西 那有时候看我的东西他会觉得 怎么跟他以前做的方式不太一样 他们以前做是不是比例上要求比较精准 就是要比较像 然后那个神态的 然后甚至整个东西整个收尾什么的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比较自视的标准 那像我的话我就比较属于比较 天马行空 我觉得这东西就不应该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想把它加什么东西进去 融合什么东西进去 那做出不一样的感觉 不过这东西不一定会被市场接受 但是我比较想要挑战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我希望给他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你有做头很大的观音吗 这个是我下一个想要做的 有点像是Q版的 对这个其实网路上也有 但是他那个比例其实并不好抓 我必须要去多试几次 就是多试几次 只凸显头 然后身体短短的 对 但是这东西他必须要再多试一下时间 对他没有那么快可以那个 所以你会挑战传统就对 传统的比例 对我也会去想要挑战 但是有些东西他 他没办法改就是没办法改 不过可以改的东西 我会尽量去想要去试看看 包括观音旁边的一些造景 对造景 他像我爸他们比较自视 他们就是 竹林是不是 竹林啊 或者是说莲花什么的 但是我会想要把它加一些什么 我有想过想要把它加金鱼 加什么进去 这样就是有一些我自己的idea 我想要加进去 不过这东西就是 因为我可能必须990试一次 因为我还是以现实去考量嘛 主执市场还是要考量 因為有的消費者他不一定能接受你這個想法 你可能做了這一件 你可能會發現很久都沒有賣掉 這個東西就是市場接受度的問題 不過我不會因為說這樣子就不去挑戰 你這幾年有比賽成績嗎? 我其實大部分我都有參加一些 像博物館他也有舉辦的 然後各縣市有相關美展我也會參加 大部分就是我們基本上都會入圍 那其實得不得獎這東西就還好 就這東西有點像天時地利人和 我可能做的不錯 但是我必須要評審老師可以接受 或者是當年度一些議題或者是想法 然後才有辦法得獎 不過基本上我們參加的作品都基本都可以入圍 因為我們東西只要做的算漂亮 然後公益的話其實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就有一定的水準 那至於要前幾年可能就是還要看評審老師個人的喜好問題 因為我才剛出來四年多 所以我頂級參加比賽大概也才三四年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就是隨緣 得獅金不用放太重的話 只要有參加覺得OK就可以了 好最後講如果你當年沒有退伍 現在是不是也拿到終身鳳了 對沒錯 那應該到中校了吧 中校我同學有上校了 對中上校都有 所以你會不會後悔這個決定 其實坦白講不會 因為有些東西 當然終身鳳有好處 像我同學終身鳳的他們 你會覺得他們現在已經生活很自由了 每個月都有固定的薪水 游三碗水 不過他們失去的其實你也想像不到 對青春了 20年不是很短 他要失去跟家人陪伴的時間 跟小孩陪伴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人生沒有什麼後悔的 對我來講你只要選定了一條路 你就應該要勇敢的往前走 既然下了決心不要回頭看 我就是會一直往前 至少你還有後面20年可以很光彩對不對 當你成了大師級 一步一步 隨著你的名利雙收 我就是希望 我們自己前面的目標設好了 我勇敢的往前走 那與其去後悔說 我當初為什麼要退伍什麼的 其實我不太做這種事情 我希望的就是我一直勇往直前 然後看到目標勇敢的往前走 努力去完成自己所設定的目標 這樣子獲得成就感會更大 這樣 不過以你的路跟你父親的路將來相比 你多了很多網路科技的助陣 照理講應該到他的年紀 你的成就應該會更大對不對 因為你加了很多現代的這個學習跟元素 我希望可以這樣子 我也以我爸爸為目標 對因為他們以前的環境封閉 所以學習相對慢 只能靠自己的經驗一直摸索一直摸索 而且現在坦白講科技在進步 很多東西用的應該叫工具也不一樣 工具進步速度也會快 工具進步速度也會快很多 像以前他們可能剛開始做的時候 一件可能要光是打初胚 可能就要七八天或十天 但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可能三天四天就好了 對因為這就是時代在進步這樣子 好我們期待我們的未來能夠超越你附近 好謝謝 好謝謝